腿部就是你的血糖仪 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三种怪现象 多半是血糖超标了 据通计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 大约有1.4亿多 这是啥概念呢 就相当于我们十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 所以一旦患上了糖尿病 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说在平时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好血糖 把这个糖尿病扼杀在摇篮里 如果说你的腿部频繁出现这三种情况 那多半是血糖又超标了 这个一定要紧急 第一种就是腿部搔痒 因为血糖升高了 血流的速度会刺激到神经末梢 导致皮肤的神经病变 这个时候出现搔痒 这个就是糖尿病病人很容易这个样子 第二种就是腿部的皮肤变得干燥 因为血糖一升高 血液就会变得粘稠 人体的水分也会流失 所以皮肤就会变得干燥 皮屑乱飞 甚至出现小的裂纹等等 第三个就是腿部的伤口很难愈合 高血糖的病人都知道 自己窗面上的营养是存在问题的 有的人就是随便碰了一下 然后很长时间长不伤口 这个就是糖尿病病人常见的一个困扰吧 甚至有的还会出现血管病变 这样就会导致腿上出现细菌的感染溃烂 所以说肠口就很难愈合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也接着讲 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一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